每年7月底到8月中下旬 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和食物 非洲大地数百万动物 会长途跋涉3000多公里 上演地球上最壮观的动物大迁徙 我们接下来就通过镜头 去看看迁徙中一些精彩的画面 17号 数百万脚马 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地草原 浩浩荡荡地前往肯尼亚的马赛马拉 这条马拉河横在脚马们迁徙的途中 马拉河看似平静 实则凶险 里面有潜伏等待已久的鳄鱼 但脚马们必须跨过这道天险 才能抵达目的地 虽然大多脚马都安全渡河 但还是有部分成为了鳄鱼的盘中餐 而在南非的猪马自然保护区 一些不需要大迁徙的动物们 正在悠然享受着它们的轻松时刻 几只猎狗幼崽 整个早晨都在巢穴附近互相追逐 叼着猎物的残骸嬉戏 捉弄着自己的小伙伴 还有这些大象 当小象们在练习使用它们的橡皮时 年长的大象则在一旁观望 时刻警惕着周围潜在的威胁